欢迎两位 是大学同学是吗 对 我们是大学同学 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在学校的一个活动上面 认识的 啥活动 就是一个校庆 我们都是演节目的 然后就互相认识 你演的是 我们都是在一起唱歌 就这么认识了 对 然后慢慢聊的聊的 觉得挺好就在一起了 那今儿为啥来啊 我们相处了两年多了 第一年的时候 我在学校 因为她比我小一岁 学妹 对 学妹 然后我们在一起挺好的 每天一起吃一起上课 一起玩什么的 但可能是因为距离的问题 第二年我回家了 我们两个之间就发生 太多的矛盾了 不是 你回家是 就是说毕业了是这意思吗 对 我毕业了 回老家了 对 现在不在一个城市吗 对 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城市 不在一个异地了是吧 对 然后她就总觉得我 这儿也不对 那也不对 总是挑我的毛病 觉得特别地累 每天除了要挣钱这些以外 还要去解决一些这些纠纷 我真的觉得不然就算了 这话 我觉得两年的感情 好不容易支撑过来了 为什么不能再继续呢 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放弃呢 姑娘 你这一年 你对她到底有哪些不满 让这小子说要不然就算了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两年多了 我觉得也是时候 去见一下家长了 然后我在饭桌上 就说了她很多很多的不好 不是 在谁家的饭桌 在我家 你说了她很多不好 对 我为什么说她不好呢 就是我从小是因为 跟我的父母就是无话不谈 我从来都不会说假话 但是就是他们问我什么 我都会就是告诉他们 但是在饭桌上呢 就是肯定父母要问一些 我肯定就会直说 可能就是让她不愉快了 说让她丢面了 上自尊了 不是 那你父母要是听你 对她有这么多的不满 不是 对 反正我想如果是我听 我们家闺女讲那些的话 我说那你们就别交往了 有病啊 她那么不好 你们还在一起 对 她的父母确实是这样说的 他们说那你既然觉得 她有这么多毛病 那别在一块了呗 她父母现在都不同意 我俩在一块 本来见家长这种事情 就应该是说些好一点的 然后让家长同意 让家长高兴 对 对 对 但是她当着我的面 跟她父母一直在讲 我的这个毛病 对 你当时跟你爸妈都讲了 哪些不好 你方便跟我们讲讲吗 第一件事就是 她有一个毛病 抖腿 我觉得抖腿 不管是对谁 都是一个非常不尊重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有给她眼神暗示 但是我发现 这个眼神暗示不管用 然后我就一直盯着她的腿 然后就导致我父母 当时她就一直盯着我 饭桌上直勾勾盯着我的腿 然后她的父母一看 她盯着我的腿 她的父母也就盯着我的腿 我说咱们不这么明显吗 咱们有什么私底下 咱们再说 咱们再磨磨磨 对 你为啥不踹她一脚 对 肢体上的动作 我觉得太明显了 我不太好 不想让父母看出来 对 结果反而预盖弥彰了是吧 对 接着往下讲 这是一个小小的点 然后最大的一点就是 她的工作的这件事情 你说说工作 因为她的工作就是做生意 跟父亲 然后我家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 爸妈都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 就俗称铁饭碗 不管有什么以后都是会有保障的 而她这边 现在还有这样的工作吗 你给我们介绍一份 没有 就还是老工作 对 但是像她这种呢 就是不稳定 就比如说今天有活干 咱今天就有饭吃 那明天没有活干 那明天就没有饭吃 那怎么办 喝西北风或者吃老本 就不太好 然后我就想说 那你也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我们以后 也会有一个就是很稳定的未来 这是你当你父母面就这么说的 我着急我就说了 我觉得她对这工作就有歧视 只要是挣钱 怎么样不是挣钱 对吧 我是你想吃东西 我没带你去吃 还是你过生日 我没给你买礼物 差着你哪了 他们家呀 说真的 我真觉得毛病太多 就是要求太多了 就比如说饭桌上 我们吃饭 那个勺子碰碗 我就觉得这没什么呀 大男孩子吃饭 不就得稀里擦里吃吗 然后人家们就说 你别碰出声音 这个是不好 这个什么礼貌问题 我觉得这没什么呀 有些家庭是讲这个的 我从小到大都这么吃饭 这突然就 我就觉得 无理取闹有一些 吃饭这个事情 就很明显的就是一个 就是大老粗 我就觉得 这个真的是还挺重要的 就不要发出声音 就是还是 不是那你在学校那一年多 没给她训练过来吗 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要这么要求 你应该训练她呀 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 但是我发现就是 因为两年了 然后就是 慢慢这些问题 就会显现出来 然后我想说 就去慢慢磨合 但是我发现 就跟她说了一件事之后 她就也没有很改 行 等于在饭桌上又说到了 她另外一个问题 你用眼神 让你的父母看到了 她在抖腿 是这意思吧 然后继而你又告诉你父母说 她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在你看来 对 你对未来是堪忧的 对 那这父母听到这儿 就饭也别吃了吧 小伙子 早点吃完早点回去吧 对 她父母一脸不高兴 那当然了 她说在一块干啥呀 你说她父母也不同意 她也觉得 不是当时在餐桌上就说了吗 我倒是没说 我就觉得是 她父母也不同意 然后她也觉得 我毛病这么多 那在一块 不是 我还想觉得 还说了什么缺点在饭桌上 她说我打游戏 平时我们那个工作 不是到处跑吗 今天就很忙很忙 或者明天就很闲了 我没事的时候去打打游戏 然后朋友们叫着一块去 晚上吃个夜宵什么的 觉得很正常 她连这个都跟她父母说 我觉得她就是个妈宝 真说了 对 我就没想那么多 因为我这个人本来性子就直 然后我想说 那直接都说好了 好 那行吧 那就问问吧 你喜欢这男孩什么呀 他很温柔 然后就是我们俩之前的 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从来都没有吵过架 特别特别好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大家都很羡慕我 而且因为之前的一段 不是非常非常不好 然后但是他就给我一个 很温暖很温暖的一个怀抱 就你曾经谈过一段恋爱 对对对 就不太好 很受伤 对对对 他温暖了你 对对对 而且就是我发现了 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就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这不就够了吗 就是但是磨合中间 发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啊 生活习惯 我给你概括嘛 吃饭 抖腿 算生活习惯 对于未来的不稳定 就是你没有这个 对未来经济生活的 这个安全感 算是他这个职业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一些小事了 什么事啊 就比如说他这个爱玩游戏 这件事情 真的就是大家的作息时间 就是九点十点十一点 差不多大家都该睡觉了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大家可能会上班 就早睡早起嘛 但是他这个一玩游戏 就是凌晨三四点才睡 然后第二天早晨就是 可能中午十二点 或者一两点才会醒 就是 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 就是整个整个一个 我在关心他 但是他就永远都想不到 我在关心他 就 那你们那一年多的幸福时光 是怎么来的呢 我特好奇 当时就是还是在学校宿舍 这些问题可能不太存在 因为现在不是已经毕业了吗 然后这些问题 就显现出来了 等于异地了一年是吧 对 这一年你们的情感沟通 和交流的方式是什么呀 电话 微信 然后偶尔 你会去看他吗 偶尔会去 为什么是偶尔呢 你不是也说了 你那工作不是那么要时间的吗 相对宽松一些 我平时就是 工作紧张的时候紧张 然后清闲的时候 我也想着会 你们家到底从事什么行业的 我们是做一些工程的 工程应该相对宽松一些 有时候宽松 有时候确实就连着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连着转归你连着转 但是在你工程筹备期的时候 和工程开建期的时候 你又不用丁工地码有的时候 对吧 你也有工程监理上 你不可能亲自丁工地的嘛 那你这个时候不是有时间去看他吗 你为什么不去看他 我是跟你纠结在这儿 我也去看了 但可能就是看得比较少 为啥呢 对对 没有必要说是经常地去 就是偶尔去一趟就行了 就行了 可能就是我 也是我没考虑周到 你什么时候动了 你要跟他分手的心思 就在他父母叫我吃饭的时候 吃完这顿饭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就应该磨合嘛 但是他总是叫我去怎样怎样 他父母和他逼着我去自己磨合 什么叫逼着你自己磨合 就是你有这个毛病 你改 咱们慢慢改 就要我当时就 你不改我就告诉我父母 父母不同意 那他父母跟你谈过话吗 我和他父母只在餐桌上见过 跟你说了什么了呢 一开始也就说了说 自己的情况和家里的情况 然后就开始发生这种 后来他父母的脸就特别冷 就不愿意 人家基本没兴趣就再听了 对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 吃完饭之后 我就回去了 他跟他的父母就回去了 然后我俩就在电话里沟通 他还在纠结这个事 就说你当时为什么要抖腿 勺子就不要碰出声音 还在纠结这个事 我说咱们有什么事 咱们慢慢来慢慢改 不是说我不愿意去改 但是他一直纠结这个事情 我真的有时候听 那见父母之后 你有跟他提过要分开吗 这之后有个半个月以后 你提出分手了 没有 我只是讲 我说咱俩现在在一块 太累了 我真的连一点自由都没有 这不是没管你吗 这一年多不是没管你 是没管我 但是挺自由的吗 一直在说我 我自己就总喜欢想一些事 我就想 我说说我这个我改不了 然后我特别怕他父母 怎么怎么样 然后对就是这些 好 姑娘我问问你了 特别麻烦 我想在这边先稳定一段时间 我再考虑 我是要继续留在这边 还是要去回老家 所以你们俩之间的事怎么办呢 这不就来到这儿想 就是问 询问一下老师 询问我们 你们俩之间的事怎么 你们都要想啊 等于你男朋友现在不想坚持了 你还想继续吗 我想继续 想继续的理由是什么呀 这是我第二次问你 你舍不得他 对 我很爱他 就是 这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情感 就是 我还是就是很爱他 就不想分开 但是你爱的这个人 却浑身有毛病 是吗 我就想让他稍微改一点 你想让他改什么 咱们今天把它说具体了 就比如说 不要再玩游戏了 不要再那么就是 伤害自己的身体 然后就是包括斗腿 你们俩平常交流多嘛 我们在第一年无话不谈 但是 就是一年时间吧 后来的话全谈完了是吧 也不是全谈完 就是后来可能就是远 然后又有自己的事情 就可能 其实说白了这个情感 其实在你的心里是淡不掉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不是 有时候真的很累很累 到时候然后 不是你累啥 我没听见你哪儿累了 你这一年人家姑娘 没对你有什么要求啊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 然后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每次接到电话 他听到的都是挑毛病抱怨 比如说 抬杠 比如说 在电话里 就比如说接到他电话 每次都是 我妈就是不同意你 然后怎么着 你能不能改改你那个毛病 改完之后咱们再 不不不 你们似乎把你们俩的这个情感的 这个伤害都放到了一顿饭桌上 我相信一定不是这样 没有前面的积累 就是在吃饭之前 你们俩的情感上面有间隙吗 之前我觉得是真的没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一离得远了之后就 好多事情都出现了 都啥事儿啊 有一次我去找他 他要看电影 然后我是连夜坐着火车去的 我们那儿没有那个高铁什么的 去了之后特别困 然后他就带我去看电影 然后我就可能就睡着了 他就不高兴 等我一睁眼人都没了 我当时是在看《周遥记2》 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的 就是当我就是看那部电影的时候 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 一回头看他就已经睡着了 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陪我呢 就是身为一个男朋友 你不应该陪女朋友 然后我就真的是很生气 电影完了我也不准备去叫他 我就走了 然后走了之后 那身为一个男朋友 你应该去找我 都不找我 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喂你在哪 然后他说我准备回去了 我说你都不找我吗 然后他又就是去去找我 但是又没有找见我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电话挂了 类似于这样的事多吗 他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我一有点什么意思 我就说你这个哪方面 哪方面不对 他直接就大声就吼 你啥意思 我是为了好 我真没有别的意思 他总是这样 他一吼我也就想吼 我说我没意思呀 我能有啥意思 这个就越吵越厉害 你当时喜欢这姑娘 是因为长相 我觉得她性 声音 因为我 我觉得她性格挺好 她的性格好吗 这个又有一件事 我一说你可能就明白了 就是 说说说 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她跟那些男生玩得特别好 称兄道弟的 这好不叫性格好吧 这叫会玩 当时跟我在一块的时候 我也被她这一点就觉得挺喜欢的 后来发现这一点也不好 然后就还有就是每次打电话 我说喂 喂 然后还没开始说话 她就嗨 打招呼 她学校里的人 她基本上都认识 嗨 然后我正准备说她嗨 又打招呼 我挂也不是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想分 不想分开 不想分开 但是你的做法 都是要分的做法呀 对吧 我们稍微有点尝试的人都知道 我作为你们家的客人 我第一次来你们家 为什么要数个人家 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呢 我很好奇 我的第二点好奇 就是当一个人坐了一夜的火车 舟车劳顿地奔向到你的身边 陪你看电影的时候 他睡着了 你难道不应该心疼吗 为什么是一种愤怒 无助 受不了 我的第三个疑问是说 你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 在他的身上 其实只有那一年 所以帮你抚平了 你曾经感情的伤害 但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为什么你一定要留着这个人 这是我的三点 一问 你自己考虑 男生其实我也挺好奇的 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说 一顿饭就可以颠覆一段 稳固的感情 就是因为有了这顿饭 我发现你走的是理直气壮的 我也请你考虑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过去认为的性格好 怎么到现在 就变成了性格不好 过去无话不谈的一对小情侣 为什么也就经过了 一年一地的这种折腾 就折腾到了看对方不顺眼 为什么想分手 又犹犹豫豫 犹豫不决 就为什么不能 坦诚和坦率的 这是我想到的 我相信老师们会看到更多 对这个解读你们会更深刻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最初的问题是 两个不同的原生家庭 带来的两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 女生的爸妈都是铁饭碗嘛 事业编制的这样的家庭 从小的教育就在规则当中 在框架里面 要早睡早起 要爱惜身体 吃饭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 不能抖腿 这都是学到的特别好的地方 那你有没有学到 打人不打脸 接人不接短这件事情呢 没有 你有没有学到 接别人电话的时候 要认真的和电话的那一头对话 尊重对方这件事情呢 没有 你有没有学到 和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需要彼此为对方着想 这件事情呢 没有 我觉得你的父母 应该都是教了你的 因为在我听起来 这应该是一个 很有教养的家庭 我不是说男生不好啊 男生的原生家庭 因为他从事的职业的关系 所以他更加的 相对自由一些 他所有的事情当 都以自己的这种 舒服的状态为标准 他已经在努力地去改变 去迎合了 但是他做不到 你说的那个标准 我听到了什么 不要抖腿 吃饭不要发出声音 不要这个 不要那个 陪在我身边的时候 不要睡觉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我在台北上还看到就是 你们俩去吃火锅 对不对 然后呢 给他点这个汤也不对 点那个汤也不对 反正就是点什么都不对 那他做什么是对的呢 在你心目当中 我跟你说 女生就俩字 矫情 你就把他矫情跑了 他说的那个特别对 他说他特别特别地累 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 跟你在一起才是好的 他在你的面前 永远都是那个最不好的他 所以他不愿意去看你 而那一顿饭 其实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点炸了你们这么长时间 相处的一个模式 我认为 你们两个的矛盾 是不可调和的 所以 女生 你如果有本事任性 那你就得有本事坚强 祝你们各自幸福 谢谢 谢谢左岩老师 为什么我们会要求那么多 很简单 因为越来越少共情能力 就我只能体会到 自己的情绪 我体会不到对方的情绪 我只能体会到我很累 体会不到对方很累 其实你也是 对吧 你说我爱得很累 但你也并没有体会到他 一样的 你能体会到说我很委屈 因为你那么长时间不来陪我 我连看个电影都没有人陪 你体会不到他 舟车劳顿 可能前一天的时候那么累 没有共情能力 就我没有办法移情到他的身上 去体会一下他当时的感受是什么 现在的孩子被保护得太好 没有去经历生活 当你在生活里面 见到背叛 见到挫败 见到很多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原来这个世界上 就真的是无奈的事情很多 没有办法 样样都随我所愿 既然不能随我所愿 那我可能要想想对方是怎么想的 他的感受是什么 他的体会是什么 他的周遭是什么 他的压力是什么 那么 今天站在这里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或者不在一起 对我来说不是问题 我只想你们在未来的路里面 永远记住这一点 就是那个人是你的爱人 他是一个人 他所受的压力 他所拥有的情绪 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时候 去想想 他会不会有另一种情绪 这个时候 你们会发现 原来爱这件东西 就是替对方着想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我先进的兜退 我谈恋爱的时候 也特别反感他这个动作 然后我的做法是 我会在别人不注意 偷偷地摁住他抖的那条腿 他就明白了 然后我也没有说 一定要他改掉这个习惯 我只是说 人少的时候你可以懂 太多人的时候 不太好看 直到现在他这个毛病 还是没有改 我们俩在一起十年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东西 你越想让他改变的 他是改不掉的 所以你在接受一个事物 或者一个人 好的一面的时候 同时你要接纳他所有的一切 你说你爱他 爱是什么呀 爱这个说不清楚的 但是我浅显的理解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一切 我爱你的好 爱你的坏 爱你的优点 也爱你的缺点 你不能说我要你改掉这个改掉那个 那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能为他改变什么呢 我今天就不喜欢你这个头发了 我让你马上给我剪短了 或者说给我留长了 你愿意吗 你马上就能改变吗 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件东西 我就是不让你买 或者说你无意识的一个行为 一个习惯 我就是不喜欢 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价值观 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三观 你一定要改 我为什么要为了你们家 去改这个呢 对不对 同样你到婆家 去见婆家的时候 那婆婆说了 你怎么不喜欢不做饭呢 你说我在家 我也叫声惯养 我凭什么来你们家 就一定要洗碗做饭 是不是一个道理啊 人家凭什么一定要改呢 改也是他真的心甘情愿 为了你改 那才是爱你的体现 就算你逼着他来改 他改得了意识 改得了意识吗 然后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会 带他见父母的时候 跟父母去描述他的不好 因为我们带男朋友回家 或者见家长 都会使劲地 把他那些不好 先给他藏一藏掖一掖 我在想 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啊 就你一直 把爸妈当成你的一个保护伞 然后拿他们当你的一个武器 就你治不了他的时候 你就说你小心点啊 我爸妈不同意啊 所以你这个事 如果不改的话 他俩又不能在一起了 没想到惨了吧 人家不怕这个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 更多的就是什么 我要让对方 为我做什么事之前 我先想一想 这件事 我愿不愿意为对方去做 就是一个相互理解 对不对 现在就看 就是男生铁了心 能不能回头了 但其实 我觉得你也没有太爱他的这个感情 如果特别爱他的话 他的一切 你都应该能接受得了 好吧 就说这么多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附老师 天鹤 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还是想 就是挽留你 就是各种毛病 我会改 然后 我不再那么就是强求你 就是 就对你说一些狠话 然后我会改 然后我希望你别走 我真的很在乎你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两个是个体 你是你 我是我 咱们不要成为一个人 你眼里要有我的优点 我眼里也有你的优点 这就够了 咱们别老拿那些 看不过的事拿出来说事 有时候 真的我很需要你的包容 我 真的 很在乎你 来 请亮灯 都说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 生活里面 你看不顺眼 需要你包容的事 大概我看也是十之八九 没那么多顺心的事 行了 两位 谢谢你们的分享 请回吧 我听到你们的掌声了 我也看到老师们脸上的表情了 我愿意发自内心的恭喜你们去做这样的选择 因为给彼此一个机会 最后到底是什么样的 其实可以不用考虑 因为年轻 但是咱们就是一起学习嘛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这种水域这一队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 谢谢两位啊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来吧 好 来吧 行 祝你们磨合的开心 别磨合那么痛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